好 謝謝欲望 我們繼續來關注的是2024總統大選 現在白熱化了 外界都很關注的是在野陣營的藍白河 到底能不能成 不過相較大家知道是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他一直在釋出善意 倒是民眾黨總統參選人 柯文哲的態度看起來是比較保守一點 好 民眾又是怎麼看的呢 其實我們可以來看到 這是在聯合報的最新民調當中 民進黨參選人賴清德 他的支持度是百分之三十 那至於在侯友宜是百分之二十 然後柯文哲是在百分之二十一左右 那我們看到這個數字其實看得出來 現在這個侯友宜還是在第三的位置 那另外我們可以來看到的是 如果說這個在野整合有成功的話 而且郭台銘不選的話 那戰勝綠營的機率其實是更大的 主要我們來看這個藍白河的部分 如果百分之三十八的選民是挺合物 來整合在野的 那兩個人配的話 其實一個是百分之四十七 一個是百分之三十二 所以數據上面呢 其實是差距有十五個百分點 不過另外大家不要忘記了 還有郭台銘 如果說接下來是斯卡都來拚大位的話 那郭台銘加入的話 賴清德其實還是穩居第一 不過另外一個民調是ET TODAY的 他們昨天公布了這個最新的狀況 如果說二零二四總統選戰是斯卡都的話 那賴清德的支持度呢 還是百分之三十二還是穩居第一 那侯友宜支持度百分之二十六 柯文哲支持度是百分之二十四點一 好如果說郭台銘呢 接下來完成連數正式參選 剛剛我們已經看到了 會是這樣子的狀況 那眼看呢 無論是哪一份民調 這個賴清德都是持續領先的 根據傳言資深的媒體人 趙少康之前就密會了前高雄市長韓國瑜 希望他可以聚眾來協調藍白河這樣的議題 好對於這樣子相關的消息啊 這個趙少康呢確實也證實了 他說韓國瑜目前呢是人在國外的預計 接下來十月初就會回國喔 主要其實是因為 這柯文哲接下來二度要出訪 那郭台銘才剛開始連數 所以趙少康說了 欸讓子彈先飛一下嘛 等十月中這形勢明白了 再雷談應該會比較容易一點 但是針對這個藍白河的話題 還有另外一個人出來爆料 也就是前立委邱毅 他說這個據他所知啊 柯文哲跟民眾黨其實很反感 國民黨一直不斷對外放話 想要帶風向塑造社會氛圍 進行情緒勒索逼柯文哲就範 所以邱毅他就講了 他說這個柯文哲啊 其實已經下令停止藍白河接觸 同時也沒有所謂的侯科沛這樣的可能